老子 韩非列传第三 老子者 楚苦献力相取人理人也 姓李氏 名耳 自丹 周守藏士之时也 老子 是楚国苦献力相取人理人 姓李 名耳 自丹 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士的使官 孔子是周 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曰 子所言者 其人于谷皆以修矣 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实则嫁 不得其实则彭类而行 吴闻之 两甲身藏若虚 君子胜得容貌若虞 去子之交气与多欲 太色与银质 事皆无异于子之身 吴所以告子 若是而已 孔子去 为弟子曰 鸟 吴知其能飞 鱼 吴知其能游 兽 吴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为网 游者可以为轮 非者可以为增 至于龙 吴不能知其成风云而上天 吴今日献老子 其游龙邪 孔子前往周朝国都 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 老子说 你所说的礼 倡导他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 只有他的言论还在 况且 君子时运来了 就驾驻车出去做官 生不逢时 就像捧草一样随风飘转 我听说 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 好像什么东西也莫有 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 他的容貌谦虚地像愚钝的人 抛弃您的娇气和过多的欲望 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 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莫有好处的 我能告诉您的 就这些罢了 孔子离去以后 对弟子们说 鸟 我知道它能飞 鱼 我知道它能游 瘦 我知道它能跑 会跑的可以之王捕获它 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它 会飞的可以用剑去射它 至于龙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它是驾住风而飞腾生天的 我今天献到的老子 大概就是龙吧 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字引无名为物 居周久之 见周之衰 乃遂去 至官 官令隐喜约 此将隐隐 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莫知其所中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 他的学说已隐匿生计 不求文达未宗旨 他在周朝国都住了很久 见周朝衰威了 于是就离开周朝的国都 到了寒谷关 官令隐喜对他说 您就要隐居了 勉强为我写一本书吧 于是老子就撰写了一本书 书分上下两篇 阐述了道德的本意 共五千多自然后才离去 莫有人知道老子的下落 或曰 老来子亦楚人也 著书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 与孔子同时云 有的人说 老来子也是楚国人 著书十五篇 阐述的是道家的作用 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 或言二百余岁 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据说 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 也有的人说 活了二百多岁 这是因为他能修道养心 而长寿的呀 自孔子死之后 百二十九年 而史记周太史丹县秦县公约 史秦宇周和 和五百岁而离 离七十岁 而霸王者出焉 或曰丹及老子 或曰妃也 事莫知其然否 老子 隐君子也 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 史书记载 周朝太史丹会献秦县公时 曾预言说 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在一起 合了五百年 而又分开了 分开七十年之后 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 有的人说太史丹就是老子 也有的人说不是 世上莫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正确 总之 总之老子是一位隐君子 老子之子明宗 宗位位将 丰于断干 宗子柱 柱子宫 宫玄孙甲 甲氏于汉孝文帝 而甲之子 解位焦西王养太父 应家于其焉 老子的儿子叫李宗 李宗做过魏国的将军 封地在断干 李宗的儿子叫李柱 李柱的儿子叫李公 李公的玄孙叫李甲 李甲在汉文帝时做过官 而李甲的儿子李谢丹 任过焦西王留养的太父 因此 李氏就定居在其地 氏之学老子者则处儒学 儒学亦处老子 道不同不相畏谋 岂未逝邪 李尔无畏自画 清静自正 社会上信奉老子学说的人 就贬斥儒家学说 信奉儒家学说的人 也贬斥老子学说 思想志趣不相同 就无法一起讨论或共识 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 老子认为 不加人为干预 使百姓顺其自然而化欲 宁静不烦扰 使百姓顺其自然而归于正道 庄子者 翁人也 明周 周常卫蒙其原吏 与梁慧王 其宣王同时 其学无所不亏 然其要 本归于老子之言 故其著书 十余万言 大抵律欲言也 作于父 道直 屈切 以笛子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 未累须 抗丧子之术 皆空与无事实 然善属书离词 只是类情 用飘泊如 墨 虽旅我 虽然是素学 不能自解绵也 其言 晃扬自自以示己 故自王公大人 不能弃之 庄子,是蒙帝人,明周 庄周曾经担任过蒙帝七元的小官吏 与梁慧王,齐宣王室同一时代的人 庄周的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 庄周的中心思想却本源于老子的学说 所以他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 大多是托词记忆的预言 他写的愚妇、道直、屈切 是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 以表明老子学说为目的的 他写的畏类虚、抗丧子一类的 都空涉言语,莫有事实根据 但是庄周善于行文措辞 描摹事物的情状 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 即使是当世博学之事 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 他的语言汪洋浩漫 纵横自私 已适合自己的性情 所以从王公大臣起都无法聘请他 楚威王文庄周贤 时使后必赢之 许以卫相 庄周校尉处使者曰 千金、重吏、清相、尊卫也 子独不见交际之犀牛乎 养时之数岁 依以文秀 已入大庙 当世之时 虽欲为孤屯 岂可得呼 此急去 无污我 我宁有戏污毒之中自快 无畏有国者所及 终身不适 以快无志焉 楚威王听说 庄周贤能 派遣使臣带住丰厚的礼物 去聘请他 答应让他出任曹国的宰相 庄周校主对楚国使臣说 千金 却是厚礼 清相 却是尊贵的高位 您难道没献国祭祀天地用的牛吗? 喂养他好几年 给他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 把他牵进太庙去当祭品 在这个时候 他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 难道能办得到吗? 您赶快离去 不要玷污了我 我宁愿在小蛇沟里 身心愉快的游戏 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 我终身不做官 让自己的心智愉快 身不害者 惊人也 故郑之建臣 学术已干寒昭侯 昭侯用卫相 纳修政教 外应诸侯 十五年 终身子之身 国治兵强 无亲寒者 身不害 是经义人 他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 后来他研究了行明法术的学问 向韩昭侯求官 韩昭侯任命他做了宰相 他对内修明政教 对外应付诸侯 前后在韩国执政十五年 一直到身不害世事 韩国安定 政治清明 军队强大 莫有哪个国家 敢于侵犯韩国 身子之学本于 黄老儿主行明 著书二篇 号曰身子 身不害的学说 本源于皇帝和老子 而以寻名择食为主 他的著作有两篇 书名叫做身子 韩非者 韩之诸公子也 喜行明法术之学 而其归本于黄老 非为人口吃 不能道说 而擅注书 于理思句是寻清 思自以为不如非 韩非 是韩国的贵族子弟 他爱好行明法术的学问 而他的学说 理论的基础来源于 皇帝和老子 韩非有口吃的缺陷 不善于讲话 却擅长于著书写作 他和理思都是寻清的学生 理思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 非见韩之削弱 术以书见韩王 韩王不能用 于是韩非即治国不误修明其法制 执事以御其臣下 富国强兵 而以求人认贤 反举福吟之度 而加之于公时至上 以为如者用文乱法 而侠者以武犯禁 宽则宠明欲之人 即则用戒咒之事 经者所养非所用 所用非所养 卑怜直不容于写网之臣 官王者得失之便 故作孤愤 五度 内外处 说灵 说难 实于蜿蜒 韩非眼见韩国渐渐衰弱下去 屡次上书规劝韩王 但韩王莫有 采纳他的意见 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 不致力于修明法治 不能评级君王掌握的权势 用来驾驭臣子 不能富国强兵 寻求人才 任用贤能之事 反而任用夸夸其谈 对国家有害的文学 游说知识 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 功利时效的人 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 扰乱国家法度 而游侠之人 评级住武力违反国家禁令 国家太平时 君主就宠信那些 徒有虚名假欲的人 国家行事危急时 就使用那些披甲待亏的武士 现在国家供养的人 并不是所要用的人 而所要用的人 又不是所供养的人 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 不被写取兼网之臣所容 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 所以写了孤分 五度 内外储 说林 说难 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然寒飞之说之难 为说难书甚句 忠死于秦 不能自脱 然而 寒飞深深地明白 游说的困难 他撰写的 说难 一篇是写得非常详尽 但是他最终还是死在秦国 不能逃脱游说的惑难 说难曰 凡说之难 非无知之 有以说之难也 又非无辩之难 能明无义之难也 又非无感衡 失能尽之难也 凡说之难 在之所说之心 可以无说当之 说难写道 大凡游说的困难 不是我的才智 不足以说服君主有困难 也不是我的口才 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 我的思想有困难 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虑地 把一线全部表达出来有困难 大凡游说的困难 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 然后用我的说词去适应它 所说出于为明高者也 而说之以后立 则献下节而欲卑贱 必弃远矣 所说出于为后立者也 而说之以明高 则献无心而远事情 必不收矣 所说 实为后立 而显为明高者也 而说之以明高 则杨收其身而食书之 若说之以后立 则因用其言而显弃其身 此之不可不知也 有说的对象在博取高明 而有说的人却用重力去劝说他 他就会认为你品德低下 而受到卑贱的待遇 一定会被遗弃和疏远了 有说的对象在贪图重力 而有说的人却用博取高明去劝说他 他就会认为你默有头脑而脱离实际 一定不会录用你 有说的对象实际上意在重力 而公开装作博取高明 而有说的人却用博取高明去劝说他 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 而实际上疏远你 假如有说的人用重力去劝说他 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 而公开抛弃你本人 这些都是有说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夫是以密成与以谢拜 未必其身谢之也 而与及其所逆之事 如是者身微 贵人有过端 而说者明言善意 以推其恶者 则身微 周则未卧也而与及之 说行而有公则得亡 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矣 如是者身微 富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公 说者与之焉 则身微 彼显有所出事 乃自以为也顾 说者与之焉 则身微 强之以其所必不畏 指之以其所不能以者 身微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 言谈之中 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 不一定是由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 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 无意地说到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 像这样 由说的人就会深遭灾祸 君主有过失 而由说的人 却引用一些美善之意 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 那么由说的人就会有危险 君主对由说者的恩宠 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 而由说的人 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 如果意见被采纳实行 而且陷到了功效 那摩君主就会忘掉你的功劳 如果意见行不通 而且遭到失败 那摩由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 像这样 由说的人就会有危险 君主自认为有了如愿的良策 而且打算拒位自己的功绩 但由说的人参与这件事 那摩由说的人也会有危险 君主公开做住一件事 而他另有别的目的 如果由说者遇知奇迹 那摩由说的人也会有危险 由说者勉强让君主 去做他不愿做的事 又勉强让君主去做他 阻止不了的事 那摩由说的人就会有危险 顾约 与之论大人 则已为奸己 与之论戏人 则已为周全 论其所爱 则已为戒资 论其所增 则已为长己 静醒其词 则不知而屈之 泛滥伯闻 则多而久之 顺是诚意 则曰切诺而不尽 律是广似 则曰草野而俱武 此说之难 不可不知也 所以说 与君主议论 在任的大臣 君主就会认为你离间 君臣关系 与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 君主就会认为你卖弄全世 议论君主所喜爱的人 君主就会认为你是在利用他 议论君主所憎悟的人 君主就会认为你在是探他寒怒的深浅 如果由说者文词简略 那摩君主就会认为你莫有才智 而使你遭到屈辱 如果你铺陈此早 夸夸其谈 那摩君主就会认为你语言放纵而无当 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 那摩君主就会说你胆小 而做事不尽人意 如果你谋划事情 广尘言辞 肆无忌惮 那摩君主就会说你笔漏粗俗 俱傲武慢 这些由说的难处 是不能不知道的呀 凡说之物 在知事所说之所尽 而灭其所丑 彼自知其忌 则无以其失穷之 自勇其断 则无以其嫡怒之 自多其利 则无以其难盖之 归意识与同忌 寓意人与同行者 则以识之无伤也 由与同诗者 则明识其无诗也 大中无所服务 此言无所积牌 乃后生其便之焰 此所以亲近不移 知近之难也 得况日弥酒 而周则即我 生计而不移 交争而不醉 乃鸣记厉害 以至其功 只指是非以事其身 以此相持 此说之成也 大凡游说者最重要的任务 在于懂得美化君主 所推崇的事情 而掩盖君主 认为丑陋的事情 君主自认为高明的计策 就不要拿君主以往的过失 使他难堪 君主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 就不要用由说者 自己的意愿 使君主激怒 君主夸耀自己的力量强大 就不必用君主为难的事 来拒绝他 君主规划一件事 正好与甲同计策 君主赞誉一个人的品行 正好仪也有此品行 那么游说者就要美化甲乙两人 不要伤其甲乙两人 由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 游说者就明确地粉饰说 他莫有过失 带到游说者的忠心 使君主不再抵触 游说者的说辞 使君主不再排斥 此后 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 这就是与君主亲近不被怀疑 能说心里话的难处啊 等到历经很长的时间之后 君主对游说的人恩泽已经深厚了 深远的计谋也不被君主怀疑了 与君主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 便可以明白的记忆利害关系 以达到帮助君主建功立业 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已认绝路于本身 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 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未袍 百里西未卤 皆所游甘其上也 故此二子者 皆胜人也 由不能无一身 而设事如此其污也 则非能是之所持也 伊尹做厨师 百里西荡俘虏 两人都是由此得到君上的任用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 他们仍然不能免于做低贱的职务 并经历世上如此卑污之事 那么智能之事就不必把这些看作是耻辱的事情了 宋有妇人 天与强坏 其子曰不住且有道 其邻人之父亦云 莫尔果大王其才 其家甚知其子而宜邻人之父 昔者正五公欲罚胡 乃以其子妻之 因问群臣曰 无欲用兵 谁可罚者 观其私曰 胡可罚 乃路观其私 曰 胡 兄弟之国也 此言罚之 何也 胡君闻之 以正为亲己而不备正 正人习胡 取之 此二说者 其之皆荡矣 然而甚者为路 博者见矣 非之之难也 处之则难矣 宋国有个妇人 因为天下雨毁坏了墙 他的儿子说 不修好 墙将会被盗 他的邻居 有位老人也这么说 到了晚上 果然丢了很多财物 他全家的人都认为 他儿子特别聪明 但却怀疑邻居那位老人 从前 正武功想要攻打胡国 反而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胡国的君主 正武功就问大臣们说 我要用兵 可以攻打谁 观其私回答说 可以攻打胡国 正武功就把观其私杀了 并且说 胡国 是我们兄弟之国 你说攻打他 什么居心 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 就认为正国君主 是自己的亲人 而不防备正国 正国就趁机偷袭胡国 占领了他 这两个说客 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 然而严重地被杀死 严轻地被怀疑 所以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 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 西者弥子侠见 碍于卫君 卫国之法 窃驾军车者 罪之悦 继而弥子之母病 人文 网页告知 弥子脚驾军车而出 君文之而贤之悦 孝哉 为母之故而犯悦罪 与君有果园 弥子拾逃而干 不尽而奉君 君曰 爱我哉 忘其口而念我 及弥子色衰而爱持 得罪于君 君曰 是长脚驾无车 又长时我以其余逃 故弥子之行 未便于初也 前献贤而后获罪者 爱增之至便也 故有爱于主 则之荡而加亲 献增于主 则罪当而加书 故见说之事 不可不查爱增之主 而后说之矣 从前 有个美少年 叫做弥子侠 很受魏国君主的宠爱 按照魏国的法律 偷驾国君坐车的人 要判砍族的罪 不久 弥子侠的母亲病了 有人知道这件事 就连夜通知弥子侠 弥子侠就诈称国君的命令 而驾驻国君的车子出去了 国君听到这件事 反而赞美他说 多孝顺啦 为了母亲的病 敬愿犯下 砍族的惩罚 弥子侠和魏君到果园去玩 弥子侠吃到一个甜桃子 没吃完就献给魏君 魏君说 真爱我呀 自己不吃却想助我 等到弥子侠容色衰退 而魏君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 后来他得罪了魏君 魏君说 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 驾我的车 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 弥子侠的德性和当初一样莫有改变 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 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 是由于魏君对他的爱憎 有了极大的改变 所以说被君主宠爱时 就认为他聪明 能干而愈加亲近 被君主憎恶时 就认为他罪 有应得而愈加疏远 因此 劝见游说的人不能不观察君主的爱憎态度之后 再游说他 呼龙之未虫也 可扰侠而其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净齿 人有应之 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 说之者能无应人主之逆鳞 则积已 龙属于虫类 可以训养他 戏弄他 骑他 然而 他喉咙下端 有一尺长的盗鳞 人要触动他的盗鳞 一定会被他伤害 君主也有盗鳞 游说的人 要是能不触犯君主的盗鳞 就差不多算得上是 善于游说的了 人或钻齐书至秦 秦王献孤奋 五度之书 曰 皆呼寡人得见 此人语之由 死不恨已 李斯曰 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秦阴及公韩 韩王使不用非 急急 乃遣非使秦 秦王悦之 未信用 李斯 咬假害之 悔之曰 韩非 韩之诸公子也 金王欲并诸侯 非忠为韩不畏秦 此人之情也 金王不用 久留而归之 此字已幻也 不如已过法诸之 秦王已未然 下力之非 李斯使人一非要 使自杀 韩非欲自臣 不得见 秦王后悔之 使人设之 非以死已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 钻到秦国 秦王献到孤奋 五度这些书 说 哎呀 我要献到这个人 并且能和他交往 就是死也不算遗憾了 李斯说 这是韩非撰写的书 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韩国 起初韩王不重用韩非 等到秦氏吃紧 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很喜欢韩非 但韩非还莫被秦王信用 李斯 姚甲架极度韩非 在秦王面前诋毁他说 韩非 是韩国贵族子弟 现在大王要吞并各诸侯国 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 而不帮助秦国 这是人之常情啊 如今大王不认用他 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 再放他回去 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根啊 不如给他加个罪名 然后依法处死他 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对 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 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 叫他自杀 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 又不能见到 后来秦王后悔了 派人去赦免他 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 韩子皆著书 钻于后世 学者多有 于读碑韩子未说难 而不能自托耳 申不害 韩非都著书立说 留钻到后世 学者大多有他俩的书 我唯独悲探韩非撰写了说难 而本人却逃脱不了 由说君主的灾祸 太史公曰 老子所贵道 虚无 因应变化于无畏 故著书词称微妙难实 庄子散道德 放论 要以规之自然 身子卑卑 失之于明实 韩子隐神末 切事情 明是非 其极惨敲少恩 皆源于道德之意 而老子深源矣 司马迁说 老子最推崇的道 是虚无 顺应自然 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 所以老子写的书 很多措辞 微妙不易理解 庄子宣言道德 纵意推论 其学说的要点 也归本于自然无畏的道理 身子勤奋自免 推行于寻名则实 韩子依据法度 作为规范行为的神末 决断事情 明便是非 用法严酷苛刻 而绝少施恩 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 而老子的思想理论 就深邃旷远了 可引述赞 博扬立教 清静无畏 道尊东鲁 计窜西锤 庄蒙许许 深害卑卑 行名有数 说难及知 卑鄙周房 中王李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